1月9日,一则王力宏反击的词条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,引来吃瓜群众的围观 一次由媒体晒出李静磊与某男性的亲密合照 任当网友们猜测王力宏会如何回应时,不料歌手杨培安发文澄清该事件 表示李静磊身边的这位其实是万子良和甜妞的女儿,只是打扮比较中性风格而已 并附上了一则相关的新闻报道 目前该媒体也删除了文章,没以为事件会有最新进展 但没有想到原来只是一场大乌龙 对网友调侃,反击已经结束了 据范范了解,之前王力宏李静磊的离婚事件脑得沸沸扬扬 王力宏优质偶像人设也早已崩塌 12月23日,李静磊发文,希望对本次事件划上一个句号 双方也没有再多回应,事件看似也就死平息 如今又闹出这么个大乌龙,范范还是想提醒大家理智吃瓜 媒体对于事件也要如实报道才行啊 对此,大家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